那這個試辦計劃主要是由我們副警里里長這邊來提出 然後由市府這邊研議之後 我們就在副警里的兩個地方 總共18格 以及我們新一區的新農里 總共有12格來試辦這個計劃 那這個計劃呢 主要是希望民眾可以多使用共享機車 那藉由提高共享機車可見率 以及改善市容的兩個方向 來做這個試辦計劃 目前試辦的區域主要是副警里 以及新一區新農里 那副警里里內的話 是在民生東路以及副警街 總共是改了三個汽車格 會有18格的共享機車專用停放區 那在新農里的部分是改易仙路 總共有兩個機車灣 總共是12格的共享機車專用停放區 這些格位是專用的 那在試辦期間 也就是我們即日起到9月30號為止 我們會先宣導 那宣導期會到7月30號 那違規停放的機車 我們都會去掛調環 就是跟民眾說 現場這邊是已經要給共享機車專用 那地上我們也有噴漬 就是共享機車專用停放區 旁邊也有立排 就是避免民眾違規停放 那如果說7月30號之後 還有違規停放的車輛的話 我們就是會依規定來舉發 會應對增加機車 行進行 Patient 我們的保障 感谢观看